吃保健品反而会影响健康 有医生分享病例指 名男子有服用保健品的习惯 但某次他意外轻碰撞腹部后 竟然出现内出血 医生指 男子服用保健品虽然有益 但同时有抗凝血作用 六类人士 肾服 肝胆胃肠科医生陈炳贤在节目时表示 该男子平日重视养生 有服食保健品的习惯 但他次轻微碰撞到腹部后 虽然没有及时感到不适 二天后腹部突然剧痛 于是到急症室求医 医护人先后安排该男子照X光 超声波及电脑断层扫描查 最后发现其肝脏及肾脏间有出血迹象 确定男子的剧痛是内出血所致 根据美奥诊所美奥Clinic网站 料突破腹痛胃痛可能是大动脉撕裂导致内出 严重可以致命 大动脉撕裂症状如下 陈炳贤一表示 一般人轻微碰撞腹部后 不应该出现如此重的情况 经询问后 发现男子平日为了预防心 管疾病经常服食高剂量的鱼油保健品 陈医生 是鱼油同时具有抗凝血功能 加上男子大量腹 导致即使身体只受到小碰撞 也容易引起内出 该男子及时停服鱼油 后来再进行超声波检查 现已无内出血问题 陈医生表示 有六类人士不适 服食鱼油 防止其抗凝血功能导致出血加剧 他冲 如需要服用高剂量鱼油 应该先照心电图却身体情况 并每半年或一年持续检查 避免引发心不正或心防颤动 服用有抗凝血效果的保健品 药物要小心 根据台湾食药署资料 抗凝血药华 Lenorfin 俗称薄血丸 常用于治疗及预防血栓性疾病 如深部静脉血栓或缺血性中风 有很好的治疗 果 但有二种维他命 会与薄血丸产生相互作用 抵或强化药效 有机会产生健康风险 相关文章 新投票APP经已推出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 内容